阿富汗官員說,一名自殺炸彈殺手襲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邊境的一個個景點 炸死一名邊境警察指揮官和一名平民,另外有8人在襲擊中受傷 當局表示,目前還未有人聲稱對星期五發生在阿富汗邊境的斯賓博爾達克地區的爆炸事件負責 這類襲擊通常為伊斯蘭激進分子所為 近幾個星期,塔利班伴亂分子加緊針對阿富汗官員、阿富汗以及美國領導的北約部隊的自殺、襲擊和路邊炸彈